陈妍熙演邓丽君的电视剧杀青了,可看了剧照网友都在吐槽,昨天,陈妍熙为了庆祝自己饰演邓丽君的电视剧,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杀青》,特意放出了几张剧照,只见照片里的陈妍熙或拿着麦克风歌唱,或轻轻摆动身体跳舞,加上黑白滤镜,看得出想努力营造一种年代感, 其实早在开机第一百天的时候,陈妍熙就发了一张剧照,照片中的她比善图更有年代感,换上了假短发,穿上了属于那个年代的连衣裙,只不过这个造型当时没得到网友的认可,被吐槽很像杨子山。 对于陈妍熙饰演邓丽君这件事,粉丝在微博都一耍地表示期待,但其他平台不少网友都表示,对陈妍熙的演绎不太有信心,毕竟陈妍熙的外形和气质都跟邓丽君相差太远。 当然,拍明星传记类电视剧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比如最近在《深宫记》中出演《太平公主》的陈妍,就曾在《梅艳芳妃》里演过《梅艳芳》,《外形神似》,《演技在线》,得到了很多好评,目前得知的电视剧信息有限, 所以对陈妍熙的演艺不好做评价,只是希望电视剧播出之后,不要有狗血,过于偶像化的情节,毕竟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是有男主角的,而男主角的扮演者,就是长演霸道总裁的何润东。 至于陈妍熙能不能演出邓丽君的神韵,还得等到电视剧播出才知道,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基本上剧中的造型都没怎么流出过,就连远距离拍到的剧本,也会用表情包遮挡着。 不过目前知道的是,为了还原邓丽君的生平,这部剧投资了2.6亿进行拍摄,专门搭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村故居,台北西门町等场景,然后进行了四个月的拍摄。 虽说目前来看,剧组在场景方面很用心,拍摄资金也很充足,可是这部剧是从邓丽君的少女时期开始讲她的一生, 意味着陈妍希要从少女演到中年,万一陈妍希一不小心在演邓丽君少女时期演出了那些年沈嘉宜的感觉,不就容易让人窜戏,只希望投资方筹备拍名人明星传剧类影视剧时,真的要三思,毕竟出演的明星只要在造型、气质、演技上有一项不符,都会导致整部剧被吐槽。 只希望陈妍希继小龙女之后,不要再毁第二个角色了。